雨天很美,还会让人想如飞飞,雨滴细细沥落在嫩绿的树叶上,坐在车里等待的男人有些紧张,看着身穿旗袍的女人撑伞走近。 他握着方向盘的手,不自觉放松又收紧,目光一直跟随着女人,直到他打开车门坐下。 两人沉默不语,甚至连眼神交流都没有,但紧张暧昧的气氛却在这雨天迅速韵然开来。 车开到一片竹林的深处,男人的手从方向盘上移开,慢慢放在女人的手上摸缩了一下。 女人忍不住抬头深吸了一口气,他勇敢起来,将另一只手附上男人的手,轻轻说出压抑在心底的仰慕之情。 两人第一次堆视,目光交流中男人再也忍不住,轻声吻了上去,这一吻就停不下来了。 稀稀利利的雨声和喘息声融为一体,不断聊过人心。 这是王小炳写过的一段话,而这段经典的雨中共振正是出自韩国限制级电影《人间中毒》。 男主金正平是越战英雄,回国后依靠妻子的关系,当上了一名上校军官。 表面上夫妻很美,生活幸福,但事实上,深重的战争创伤使金正平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。 他一次次被噩梦惊醒,他的心灵破碎了,再也无法从创伤中还原过来。 他没法再过一种平常人的生活,他向身边的所有人隐瞒了抑郁这个重要信息,只有一生知道。 他是一个孤独的,绝望的,冰死的人,没有了欲望和对未来的憧憬。 心游离于世界之外,灵魂深处,是无处救赎的孤独。 女主中嘉欣是金正平下属的妻子,一个美丽的华裔女孩。 个性冷淡,喜欢养养,惨痛的童年绅士让他看待了生死与恐惧,未报答救命恩人而嫁给对方的儿子。 中嘉欣跟随丈夫来到军队,在第一次与金正平邂逅时,就不能忘怀。 中嘉欣说过,爱一个人,怎么藏得住呢? 而从那之后,金正平常常失魂落魄,寻找各种机会,两人硬是发展出一段军营的不伦之脸。 可剩下短暂的时光,总会迎来秋天,就像是他们仓促的爱情,也总会面临终结,等待他们的将是命运无偿的安排。 金正平晋升为将军,将写还映的妻子傅首尔就职,临行之际,表面上提携下属做副官,实则想与情人长相厮守。 没想到中嘉欣决绝的一句,我并没有爱到那个程度。 一时间,金正平痛彻心扉,心理防线被彻底击垮。 或许中嘉欣不知道自己对于金正平意味着什么,也不知道他爱得有多深,直到最后,男人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心口,最终压死了自己。 金正平早已中了战争的毒,鲜血的毒,他本以为中嘉欣是一粒解药,结果却不是。 他迅速沦陷在对中嘉欣的迷恋中,最终毒入骨髓。 这次小鲜电影唱作了一首原创曲《人间中毒》,敏感就是来自电影的主人公,曲子里面包含了爱情,谎言,欺骗,自私,以及悔痛和无奈等等元素。 我们都知道,情不知所起,一往情深。 而在爱情面前,大多数人都是卑微的生物,即使飞蛾扑火,也义无反顾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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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